眼前这个被二当家绑在电线杆上的男人正是黑龙商会的老大赵黑龙 据说此人在中海是个出了名的狠人 但是在二当家的面前他也只配当一条可怜的小胡秋 这天他的小弟于开和却当着赵黑龙的面得罪了二当家的女人 龙哥就是这个小子在我们黑龙商会门口打了我 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赵黑龙摘下眼镜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是七等贤这个大魔王 顿时给他吓得大小便都差点失禁了 什么于开和这王八蛋居然连二当家的老婆都敢打 这是想害死老子的节奏吗 接着赵黑龙直接给了于开和一击中拳 硬是把于开和按在地上打了半个小时才敢停手 这一幕直接把乔丘梦给看呆了 老大您打错人了 老子打的就是你 我给你开工资是让你到黑龙商会来工作的 不是让你仗着老子的名声死出作威作福的 此时的于开和也是一脸猛逼不敢多逼逼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老大会突然变了脸 乔总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家伙惹得你不开心 我深表心意 没 没关系的 赵会找您太客气了 乔总对不起 都怪我单身太久了一时没控制住自己 所以才冒犯了您 单身太久了 不知道去找个女朋友啊 这不是我不想 对了乔总 回头我会让公司把现你们乔家的两千万货款给结了 毕竟这确实是我方违法了约定 违约金我会赔付双倍给你们的 好 好的 谢谢赵会长 赵黑龙也是一直不敢正面去看起等钱的脸 怕被他再次抓到监狱里面去 于是只好装作和他不认识 乔总 我这里还有点急事 就先走一步了 嗯 接着赵黑龙一溜烟地钻上了自己的牢丝来撕转身逃跑 恰在此时张绍杰也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孟蒙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这边出了点事情我立马就跑过来了 我没事 没事就好 要是他们还敢继续赖账或者为难你 我张绍杰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张绍 刚刚不会就是你给赵会长打的电话吧 此时的张绍杰愣了愣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准备抢了这份功劳 没错是我打的 果然是你 我就说赵会长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转变 原来是张哥你给他打了电话 给赵会长打电话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我也就随便跟他说了两句罢了 你能够说动照黑龙想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吧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张绍你了 孟蒙 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只要能够帮到你 哪怕就算是让我张绍杰为你上刀山下活海我也愿意 一旁的等贤也是从未见过这种脸皮比城墙还厚的 于是忍不住哭吃一声笑出了声来 你笑什么笑 刚刚要不是赵绍一个电话救了我们 我们早就去阎王爷那里报道去了 还不快赶紧过来谢谢张绍 等贤懒得跟这种无知的女人解释什么便直接转身潇洒一句 等贤你回来了 这份价值三百万的张氏集团股份是我帮你买的 以后你就等着和我们一块吃分红吧 这都得多亏了张绍 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感谢我们呢 如果不是他透露这个利好的消息 大家哪有机会赶上这部红利 乔叔那你们一共拿出去了多少钱啊 我们这边总共投了有三千万左右 再加上被我们说动了的亲戚一共投了六千万左右吧 对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不为强权帮秋梦出头 很有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 等贤骑士我们说你也是恨铁不成钢 要不你还是到我们乔氏集团去上班吧 我叫你乔叔给你安排一个最低层的业务员做起 庞一这就不必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不好了 咱们的货款下不来了 中海银行那边拖着不肯放款 怎么回事 今天你不是已经跟黑龙商会达成和解了吗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放款 我来解决吧 我认识中海银行的行长孙兴章 我找他开口 他多半不会拒绝的 孙兴章孙行长也是你能高攀的起的 起等闲拜托你吹牛之前 能不能先打一下草稿 哈哈 这件事还是让我来解决吧 张少 难不成你有办法 之前中海银行的行长孙兴章贷款 二十亿给我们张氏集团 看着他求爹爹告奶奶一样 求我们我爸才答应收下的 我去开口让他解决这件事肯定没问题的 张少 真是谢谢你了 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乔家这一帮蠢货真是好骗 反正老子再过两天多半就要跑路去米国了 临走前再骗他们一波也无妨 等前也是没再过多理会 便直接跟李云婉一块来到了一家菜馆去吃饭 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玉小龙也在这 奥雪 你怎么突然就跑到中海来了 我这次来是准备吞并向市集团 听说虎门集团最近也在打压向市集团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虎门集团的资产貌似不比向市集团多吧 他们凭什么能压得住向市集团 虎门集团可是有龙门这个组织 单靠山 你说他们能不能压向市集团一头 那就不足为奇了 你想火中取利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一旁的齐等贤听后不由地替向市集团默默叹了口气 一位向市集团的创始人向东雷正是资助自己建造幽都监狱的投资人 向东雷因私吞了某个大军阀一批价值上义的军火结果被灭了 只留下向东雷和他的妹妹向东勤两人生还 向东雷出于愧疚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向东勤 等贤你在想什么呢 难不成你还想帮向市集团摆脱困境 你怎么知道的 向市集团对我有恩我确实得帮一下 我答应过向东雷在适当的时候出手帮助一下向市集团的向东勤的 接着等贤便来到了向市集团 我找你们董事长向东勤 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 没有 是向东雷让我来的 我们向总说过了 凡是和向东雷有关的人我们一律书不接待 先生您还是请回吧 等贤并没有理他直接闪了进去 因为等贤已经觉察到了不对劲 接着等贤直接一脚分开了董事长的大门 只见一名陌生男子全身挂满了自制守眉 手里已经点燃了打火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不许动 你要是再赶过来一步 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己